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学习比较密集 就是我进入了一个 完全的一个新的一个社交圈子 进去学习 在那里边接触了很多 全部都是真正的有钱人 然后在和这些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就越来越明白了 为什么有钱人他会越来越有钱 而真正的一些穷人去越来越穷呢 就是他那个思想意识 有完全两个不同的极端 就给大家先举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圈子 认识的这些富人吧 他们这个财富的能量级别 能到什么地步呢 就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们山东的首富 然后他的太太就这么个级别吧 山东首富到底有多少财富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只是知道 在前两年的这个 就是这个财富排行榜上 其中有一年 这个姐姐呢 他们家的这个老公呢 是排名第一的 就直到现在仍然是财富排名前三的 然后从他身上就看到了一些 什么特殊的一些现象 就是人家这些真正的这些 阔太太有钱人 他们本身是不缺钱的 但是他们仍然会在自己这个学习上去投资 甚至是非常辛苦 甚至非常努力 这个初心不是为了去赚钱 而是呢 给自己不断地培植福报 就是去帮助更多的家庭 甚至帮助更多的人 人生彻底得到翻转 人家认为是帮助了这个人 真正的整个家庭彻底翻转了 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幸福了 自己福报大了呢 你看人家的家庭越来越好 也可以给自己的子子孙孙的去赔着福报 你看他推荐我去学这个课程 是为了挣我的钱 你如果是用这种思维来去评判这个事情的话 只能说明咱们自己是穷人思维 真正的穷人思维 真的是我就觉得是特别可怕的 我现在想想 我也不能说我现在是已经摆脱穷人这个阶层了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之前的时候一些想法的确是穷人思维 比如说吧 我那个有一个阶段 我不是负债了吗 就是因为我接触了一帮直销圈子的人 然后那些人都很多都是直销难民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他们顽固不化 对被洗脑了以后 有些人劝他们不要再去投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然后呢疯狂的去投投 但根本没有一点点这么认知能力 曾经在那个圈子里混过的人 跟我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了 当然当时这个 在我认知能力还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 我就完全排斥那个人际圈子 对我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但是现在想想 有的时候也挺幼稚的 就是他们之前跟我说什么 我都不信了 就是包括让我去学习啊 啥的我都不信 现在回过头来想 那个时候就是属于这个 认知比较低 但是也是穷人思维的一种表现吧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之所以为什么穷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心穷 心穷比自己这个 经济方面就比贫穷还要可怕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这是很多普通的一些穷人 身上都带了一些影子 都可以看了一些影子 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不是还最早的时候 用那个66 给大家梳理债务问题吗 就有一个网友 一个男的 好像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大哥 我印象比较深刻啊 就是我们给他梳理完 这个债务以后呢 他说他有一家 也被起诉了 就是然后我们当时 我们那个啊 就是咨询师嘛 也比较好心啊 给他出了一个答辩状 给到他了 但是呢 他拿这个答辩状 咱也不知道他怎么去发挥的啊 就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啊 仍然是要起诉 然后去厉害 然后他就找到我们了 说我找你花了这个钱 一点问题也没有解决呀 又来找到我 我跟他怎么解释 都解释不通了 我说本身给你写这个答辩状 就是我们 我们好心给你提供 这样一个帮助 我们没有说 我们给你提供这个答辩状 一定就能够 帮你去避免掉 这个信用卡中心 然后直接帮你去 继续去起诉 给你立案去起诉 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是做不到的 也没有给你承诺过这个原因 但是他就一直教我 那我花了这个钱 我有什么作用我没起啊 我赶紧把他那66 给他推掉啊 就这样的人 你就根本就跟他 讲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是他总认为 我在你这花了钱 就应该解决事 但是他不知道 你花了这点钱 应该给你解决多少问题 他自己不去评判这个问题 就认为我从你这花了一毛钱 你就能解决我这个所有的问题 他不甘心 自己从这花了钱 一点的结果也没拿到 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怕的 我现在也有 在学这个家庭教育 我们也有会 带动更多的家长 来学这个课程 然后就有一个家长 他就认为 我的问题没有给我解决 我孩子依然还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来的这个 学这个课程 就是没有用的 是白来这一趟了 实际上他在这一个课程当中 他能够让他看到 身上的一点问题 他慢慢慢慢的去改变 他这个问题 是一定得到解决的 就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他想立马解决这个问题 根本就是从理人来讲 是根本不现实的问题 但他就认为我花了钱了 我就应该拿到结果 这就是新穷的人的一种 普遍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我们是穷人 而真正的富人 他却就是非常轻而易举的 就可以越来越多的挣到钱 首先人家的思维 和我们很多穷人的思维 就是完全不一样 要想改变我们是穷人的 这样的一个命运 首先得需要调整 我们自己的意识和思维 先从相信开始 多去给自己积累一些福报 多去做一些利他的一些事情 在多去利他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利他的这样的 一些善缘越来越多 你的这个善缘多了 然后你的福报多了 你自己正清的这个能力 越来越多了 然后你的这个命运 也就慢慢的改变了 但是要想彻底的改变 一个人的思维和意识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 如果我们很多的穷人 如果没有意识到 自己身上本身 有很多的问题 而不去改变 可能这一辈子 都摆脱不了穷人的一个命运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